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远古时期 因为科技不发达 所以对太阳的认知都停留在神话阶段 目前来说 科技水平不断的在增长 人类能够走出地球去探索宇宙 更加的发现到太阳与我们地球的重要性 如果太阳在未来的某一天消失或者灭亡的话 我们地球也会迎来灭顶之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观点 有人认为说 在太阳的内部有可能会存在着生命 当然 这里所说的生命并不是我们人类这样的形式 可能会是其他形态的外星人 这其中又隐藏着哪些离奇真相呢 大家都知道太阳是一颗燃烧的星球 但是实际上太阳并不是在燃烧 而是和巨变产生的热能向四面八方扩散 近日科学家发现有不明飞行物频繁从太阳内部飞出 很有可能有高等文明存在于太阳内部 种种迹象表明太阳中可能存在我们不为人知的东西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和太阳的前世今生 对于人类来说 宇宙一直是个神秘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它的大小 不知道它的起源 也不知道它的成分 更不知道它的发展 地球上的人类作为宇宙的一员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 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探索宇宙的奥秘 美国NASA曾发布了多组太阳照片和视频 在网上疯传 有很多科学和网友都发现太阳中的秘密 在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有很多不明物体正在接近太阳 甚至将触手伸向太阳 另外还有网上盛传的视频中发现太阳内部出现了一排不明的飞行物 然后这些飞行物竟然有序地飞向了太空 这是不是太阳内部的生物呢 目前人类的技术只能够在太阳系中进行探索活动 但是太阳系一个星系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问题 如果我们需要发展出更加先进的文明才能揭开这些谜团 如果要探索太阳系里的其他行星 我们可以发射探测普通行星的探测器 但是我们对太阳却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太阳作为整个星系中唯一的恒星 同时也是太阳系的中心 它几乎是一个理想的球体 是一个热等离子与磁场交织着的一个理想球体 用核聚变的方式向太空中释放光和热 所以我们对太阳的了解仅限于很小的一部分 由于太阳温度过高 导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近它 所以我们一直无法确定太阳内部是什么结构 只能猜测太阳表面的情况 早在1995年时 美国宇航局就向太阳发射了一枚太阳风层探测器 这能让我们对太阳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和观察 自从探测器开始工作之后 太阳的照片和视频源不断地传回地球 这些图像有利于人们能更多地了解太阳 但是该探测器在近期给美国宇航局 传回了一些令人惊奇的视频 在视频中有个黑圈出现在太阳的南北两极 覆盖范围很广 但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视频里可以清晰看到 一个不明物体从太阳内部穿过北极圈 然后飞出太阳 这段影像令科学家们激动不已 且不论这是不是外星人的飞行器 单凭它具备能抵御太阳高温的能力 就证明了这个飞行物确实不简单 为什么科学家能断定这是个飞行物 而不是由太阳本身产生的呢 因为它在探测器下显示的颜色与太阳不一致 并且有明显的空隙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物体的体积几乎接近于地球的大小 甚至可能比地球还大 难道说这个物体真的是存在于太阳内部的高级文明 为了解开这些谜题 专家进行了各种大胆的猜测 还有专家推测出 这也有可能是外星人通往地球的时光之门 外星人这些年可能一直存在于太阳系内部偷盗资源 这或许也是解开外星人之谜真正的答案 因为它们隐藏在太阳内部 或许里面藏有它们的时空之门 可以让它们穿梭时空随时来到我们身边 同样科学家还观测到两次太阳表面的超大药斑 在此太阳活动活跃期到来之时 奇怪的飞行物也随之出现 其在2002年出现频率格外高 被参加地外生命体观察计划 SETI的世界各地天文爱好者们屡次观测并记录下来 2006年的太阳活跃期期间 同样的现象又再次出现 俄罗斯科学家在2009年曾经提出警告说 有巨大物体要进入太阳表层 而且看过SOHO传回的照片的科学家们 也于12年4月提出相同的报告 此次照片上鱼翅形的地球大小不明物体 很有可能和之前报道的巨大UFO是同一物体 这个巨大UFO内部绝不只是一个狭小的空间 那么外星人到底是如何统治管理的呢 UFO研究家竹木良士表示 按照人类现有水平 即使造国家大小的宇宙飞船 也会令人心不齐而失败 外星人要想造出行星大小的UFO 内部必须高度统一 他还表示这样多次出现UFO 很有可能说明它们不只是一艘 而是一个舰队 在宇宙中有计划的出现 而目前NASA即便拍摄到了这样的证据 美国政府看到后也无能为力 因为我们目前根本无法接近太阳 更不用说阻止外星人的行为 对于这一点猜测 科学家们表示很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人类在太阳周围发现的类似情况了 虽然每次都没有实质性的收获 但通过探测器拍到的影像来看 这个不明飞行物却是存在 或许有人会说 这可能只是因为太阳强大的磁场给探测器带来的错误故障 但不可能探测器每次都发生错误吧 科学家们认为 这种不明飞行物是由高级文明制造的 它完全不受太阳温度的影响 甚至已经可以利用太阳和聚变的能量 可以想象下 太阳内部的高级文明发展到了何种程度 人类的技术在它们面前是多么无助 如今宇宙间许多神奇现象仍无法被解释清楚 人类探索太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毕竟太阳内部温度大约是6000摄氏度左右 目前人类的飞行器是无法到达太阳地面 人类的探索欲一直都在 所以说我们完全不能排除有高度科技的其他星系外星人对其探索 也许外星人也和人类一样也在进行着太阳的探索 其实太阳里并没有地面 它是一个探索的氢分子云内形成 目前太阳处在中年期大约是46亿岁 太阳原本是一个黄矮星 51年后太阳的能量将会耗尽 地球将在这个时候接近毁灭 按照这样说的话 太阳内部是不可能存在地面环境 也就是不会有生物在其中生存 但是探测器拍摄的视频和照片 目前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些是什么 大部分人都认为是飞行器 但是究竟是什么飞行器 来自哪里 这些并没有人会知道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人类会发现它的秘密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